左宗棠向外国银行借钱打仗,为什么专找利息高的银行? 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,行军打仗,没钱可不成,然而在晚清时期,朝廷军队打仗,打的都是穷仗,为什么呢? 一言蔽致,才正困难,国库没钱,就连乡军围剿太平天国运动,都得靠曾国藩施展个人魅力,四处愁挫军饷,借不到钱的话,乡军就得喝西北风。 1873年,陕甘总督左宗棠奉命西征,收复新疆,这是左宗棠几经州转征取来的结果。 此前,朝廷一直在要不要收复新疆的问题上犹豫不决,反对着以礼工章为代表,他们主张干脆放弃赛访,将停射之下,急于坐海防之下,左宗棠则据理力证,指出如果一旦放弃赛访,将导致敌人得寸进尺,继续侵占我国领土。 最终,慈禧太后支持了左宗棠的主张,并将收复新疆的任务交给了她,为了表示对左宗棠的支持,慈禧太后下令,由户部拨款二百万两银子,作为西征军饷,在国库穷的叮当响的情况下,朝廷能够拿出二百万两银子,输为难得。 然而,这对于开销巨大的西征来说,无异于九牛一毛。 左宗棠从来就不怕打仗,早在1852年,他就在炮火连天之际,坠成而入长沙,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抵抗太平军的围攻,从此投入军营。 此后,他恶战太平军,平定免军和尚肝悔乱,立下赫赫军功,可是,一门钱难倒英雄汉,没有足够的军饷,这场仗怎么打? 朝廷当然也很清楚左宗棠面临的窘况,下令各省协想三百万两银子,什么是协想呢? 是指从税收富裕的省份调拨银两,协助收支不能平衡的省份,由于这部分银两主要用于军饷开支,便趁之为协想。 战争年代,各省调拨银两辆较为积极,但到了和平时期,各省就开始拖欠协想,到1873年,各省拖欠朝廷的协想,达到了二零零零多万两银子。 所以,三百万两银子的协想,其实就是一张白条,左宗棠能指望这张白条去打仗。 无奈之际,左宗棠找来他的老搭档胡雪岩,通过他牵线搭桥,找外国银行借钱,借了五百万两银子,减了燃眉之急。 战争打响了,随着战事的深入,银子流水一般拢出去,区区七百万两银子很快就用光了。 左宗棠仍然采取老办法,于1877年,1878年,1881年,分三次,向外国银行借款,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两银子。 最终,左宗棠在西征一亿中,向外国银行借款,共计一千八百七十五万两银子。 自然,向外国银行借款,是需要支付利息的,各家外国银行的利息高低不一,令人不解的是,左宗棠借款,专找利息高的外国银行借钱,它前后四次借款,有的年息高至18%,有的年息低至9.75%,比当时各家外国银行通常的利息高出一倍到两倍以上。 为此,两将总督刘昏依曾经致信给左宗棠,说,此间任借养款,自不能不照胡道,胡许人办理,以其火速,然每百万利银只二十四万之多。 所好不自,我中棠想一万不得已而偶艺为之也,刘昏依叫的借一百万两银子,利息就高达二十四万银子,实在过于昂贵,只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 不能频繁而为。 实际上,左宗棠并不是迫不得已而为之,他是有意借高息借款,因为他要用高息借款来达到极的目的。 一,高息借款虽然利息高,但有两个好处,就是资金量大,筹借速度快,左宗棠所借是军饷,动不动就是几百万两银子,而且要得很急,等米下锅,只有用高息才能吸引有实力的外国银行借款,迅速筹挫到需要的银子,满足用兵需要。 二,左宗棠还有利用洋债逼迫写想之意,毕竟,这些洋债虽然是左宗棠借来的,但还钱的人却不是他,而是各省都府。 将来,各省都府要连本大利的,用协想归还良债,借款的利息越高,各省都府越有紧迫感,迅速筹挫习想还债,否则利息越滚越多,吃亏的还是他们。 这就是左宗棠自己所言,向外国银行借款,与国际丝毫无损,与热省应解写想集资腾罗。 三,高息为胡雪原留下利润空间,左宗棠四次找外国银行借钱,都是由胡雪原牵线搭桥,跑前跑后,做了大量看不见的工作,一度还将自家的产业抵押上了。 左宗棠是体制内人物,领兵打仗,国家会支付薪水,可胡雪原是一个商人,无法通过制度安排来获得应有的报酬,总不能让胡雪原白跑一趟,甚至倒贴老本吧,左宗棠只能采取其他方式,如让胡雪原吃力差的,来作为一种回报,利息越高,胡雪原的利润空间越大。 四,通过高息贷款,来获得英国人的支持当时英国汇丰银行的利息最高度,宗棠大张旗鼓地向英国汇丰银行借高息贷款,在试图把英国人绑在西征的战车,上这一招取得了奇妙的效果。 此前,英国在新疆问题上态度暧昧有一成,任阿古百叛军向叛军提供武器,还派员到总理衙门,正式提出要求清朝放弃新疆。 后来左宗棠从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后,英国对叛军的态度转变了开始支持西征,并向西征军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,包括马蒂尼·亨利步枪,雷宁顿步枪,斯宾再连出枪等最新款的武器。 有了这批英国武器,左宗棠的西征军如虎添翼,如同英国观察家鲍罗姐在阿古百伯克传中所言,这支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。 参考资料,是西左宗棠西征借款与协想的关系,左宗棠转,阿古百伯克传等。